我们俩是工作时认识的 到现在就往一年半了 我们俩分分合合 大概有五六次 每次提分手时 他总说自己错了 也不说自己错在哪 我原谅了他 之后他还继续犯同样的错误 毫无担当和真感 我跟他在一起感觉压力好大 各种困难摆在面前 我觉得我们两个人走不到一起 但是我们分开了 又找不到合适的人选 我现在是伤透了心 万念俱灰 现在我就是想知道 他怎么想的 如果他执意要分手 我愿意从此以后天各一方 掌声有请这一对 有请 男嘉宾小超 21岁来自郑州公司职员 来 有请小超 有请 女嘉宾小文 24岁来自郑州公司职员 有请小文 有请 你好 好 欢迎两位 主持人好 好好好 谈了几年啊 一年半 一年半 分分合合的几回啊 大概有五六回吧 上一次分手在什么时候啊 前两个月 前两个月啊 为什么分呢 就是我俩每次吵架的时候嘛 他要么就是不说话 也不反抗 也不跟你交流 不沟通 要么就是不管什么问题 就承认是他的错 我根本就不知道他错在哪 然后他也不说清楚 我让他说 我说你说你错在哪 他就不说 然后就吵着吵着 然后他就沉默嘛 沉默就不吭声了 哦 沉默也不行啊 认错也不行啊 但是那个时候 都出现问题了 要解决嘛 只有沟通才能解决 你不说话 怎么沟通啊 那怎么才能解决啊 那我不想着你 当时正在气头上 我跟你说话 你肯定要不理解 对不对 我想等你气消了 然后我再去跟你沟通 行吧 那说说曾经发生的事吧 有一次嘛 我俩约好的 就是周五那天下午四点 然后他回来 我们一起去逛街 结果他就过了那个点了 跟我说 他说他客户来了 然后有客户 我说那我等你吧 快八点的时候回来了 搭着个脸 客户没成功 然后好像就怨我一样 就怨我吹他了 我不是怪你 当时我跟你说了 可能晚会回去 这边有客户 然后他等我回去的时候 他都很生气 你知道吗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生气 那我生气的时候 你就不知道哄哄我吗 那女生本来就是要哄的嘛 我生气为啥呀 你不守时 当时我跟你说了 我可能晚会回去 那你没道歉呀 你态度就很不好 你搭着个脸 你撒意识 你就怪我呗 最后怎么着了吧 别在那再争长短了 最后怎么着了 这事怎么处理的 最后我俩就一直吵嘛 吵 然后他也不承认是他的说 然后我肯定也生气啊 然后我就把他微信塞了嘛 塞了 然后我就拿着东西走了 走了 走了 让他那个时候 难道不应该追上去吗 如果他内心有认识到 是自己的错的话 我怎么觉得你全是自己的内心系啊 你难道不知道你错了 跟我道歉吗 你难道不知道你要追上来吗 我的意思就是 他如果追上来的话 我就不走了嘛 那不是还在气头上吗 两个人 走没走 走了 走了呀 然后等着他跟我打电话 结果他也没给我打电话 心里面就已经放弃了 然后他就微信加过来了 我以为就是他会给我道歉嘛 你看他内心系 全是我指的啊 行 结果呢 他大段文字大段文字的发过来 竟然是抱怨 我没有理解他 我就没理他 那段时间 然后就冷战了嘛 大概有半个月吧 半个月 他就又来找我 我也感觉就是还有感情嘛 挺割舍不下的 然后我就同意了 你就是让人哄嘛 还有什么事啊 肯定就周一到周五的时候 是工作日嘛 周六日 然后就是放松的时候 所以我跟他期间约好时间 然后我们一起去逛街嘛 但是他周六日的时候 他还不忘记他客户 我们俩一起去逛街 走着走着 然后就找不到他人了 我发现他正在跟他客户打电话 他手机响了 他就走了 就也不跟我说一声 就在他心里 他客户还是比较重要的嘛 不是我客户 他根本就没有我的位置 我感觉 我感觉他就一点都不考虑我的想法 这是他错了 就每一次我们逛街的时候 就人家情侣都是手牵着手走路 然后他个子比较高嘛 然后我个子比较矮 他就非要搂着我 我不想那样 我觉得那样很难受嘛 然后我就跟他说过好几次了 然后每次出去逛街的时候 他还是习惯性的 把手搭在我肩膀上 你帮我搭一下我看一下 我看到你什么让这姑娘这么不舒服 可以吗姑娘 来来来来来 我看一眼 就这样 不是这样 他就是这样搂 不是挺好吗 这样搂着我怎么走路呀 我走路可难受了 回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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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我的天哪这姑娘 就这样也不行是吧 那我可以牵手吗 我说了可以牵手 然后他就是觉得牵手不舒服 你看我搂着他 他说不行啊是不是 那就跟人牵着手啊 牵着手不是 我太低了这意思 不是不是 是你说的他太低了 还是他自己理解的 他自己理解了 我没有说他太低了 我就说他内心系特丰富 全是给自己加戏你知道吗 他就是说他 他说过牵手不舒服 那不就是因为我太低了吗 不然为什么会感觉到不舒服 这是你自己这么解读的是吧 你为什么觉得牵手不舒服啊 就是 就搂着也挺好的嘛 不是吧 我感觉搂着挺舒服的 哎呀就这么点 这也是代表他不爱你了是吧 就逛街的时候嘛 然后我感觉就是 我自己在演独角戏 我俩一起逛街 然后人家情侣买东西 都是成伤成对的嘛 就在那边挑东西 然后就我自己 然后在那边买东西 他自己在旁边玩手机 这是怎么回事啊 刚开始说摟他的时候 他不是说不让我摟 他说在公共场合 然后想着就注意形象 我就是想着你 你要是故意形象的话呢 咱有保持距离吗 不是 我不是说让你保持距离 我只是让你表现得 可能绅士一点是不是 这个买东西的时候 应该怎么是绅士呢 在你的内心的理解里 买东西的时候 人家情侣 起码是两个人 不说手牵手 起码是肩膀 挨着肩膀吧 不是挨不到啊 有身高差呀 对吧 挨不到啊 但是起码得 跟我站到一起吧 他又站到一米开外的地方 自己在那边 自己低着头 我玩手机 就这样是吧 对 你呢 我在那边挑东西啊 但是我心里面很难受呀 那你把他叫过来 你说帮我参考一下 不就完了吗 我当时我看到他玩手机 我火气都上来了 因为我跟他说了不止一遍了 让他还那样做 行吧 就逛街也逛得不舒服是吧 行 还有别人能让你不舒服的吗 姑娘 我感觉他 总是胳膊肘往外拐 你说我俩是男女朋友关系 是吧 对对对 假如我跟别人发生争吵 他是不是应该站在我旁边 就是站在我的立场上 这分情况吧 就有一次我俩就逛街 逛到很晚嘛 那时候是就是 九点半就关门了 在那边 然后我们就往外走 有那个安保在锁门嘛 那时候还不到九点半呢 然后那个安保就锁门了 然后我当时走到那个大门口 我不想 不想再绕回去 他非要让我们走后门 那后门离我们家太远了 我不想走 然后我说我就要走正大门 我说这时间还没到呢 但那个安保的意思就是 不行 他说我现在已经锁上了 你就得走后门 那人家都 把那个大门链都揽上来了 就说那个里面那个门了 你再要砍开 他可以再撩上去 那撩上去又不费劲 那我们走后门我们不费劲吗 啊对对对对 那人家那都锁门了是不是 在走后门 然后走后门 那你跟我坚持一下 他不就开了吗 那个那时候那个安保 他刚开始的时候 态度还没那么强硬 就是因为你在那边不说话 他看到你男朋友也不帮你 然后他就 他就态度很强硬 你们走后门 我想那走后门也可以是不是 又不是不能走 那边路也挺好的 那都逛了一天了 你不累吗 能 能少走点路不好吗 行 最后最后结果呢 我当时生气了吗 我说 你为啥不站在我立场上去 说一句话 你看人家锁门了吧 因为那时候那个安检人 走了吗 我们还没走后门 我们俩就在那边 然后我就说了他几句 他当时 又是不说话吗 也不反抗 也不沟通 也不交流 不是 那你希望他怎么着反抗你呢 他可以跟我说出来 他为什么不站在我的立场上 去坚持我的观点 好吧 他刚才其实已经说了 你听明白了吗 他觉得你这样做 会给那个工作人员 带来很大的麻烦 所以他觉得 我们自己绕一点远路 不要给别人添麻烦 就这么个想法呀 但是那个情况下 他明明是可以不把那个锁锁上 然后可以直接撩开的 就那么简单的事情 我觉得一点都不麻烦 那是你觉得呀 那人家都锁上了是不是 我觉得我们走后门 其实也不麻烦 当时 你就别裹乱了啊 他又跟你急 行 接着再往下说啊 如果你不站在我的立场上是吧 去考虑这个问题也就算了 是是是是 你还不细心 我生病的时候 发高烧 39度8了 我烧了就两个腿就不能下床 就只能两个眼睛看着天花板在床上 哎呀 这烧得浑身瘫痪啊这是 他那个时候就 看到我很难受就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当时我就想 你就不知道去拿点药吗 那你跟他说啊 你说拿药啊 我就跟他说了呀 我就看他就是不知道干啥嘛 我说你去给我拿点药 然后当时是因为新搬的房子嘛 都对 他对地形都不熟悉啊 然后我就等了他咳酒 新搬的 你们搬多大一house啊 这地形都不熟悉 就是我让他去 去附近的卫生院拿嘛 啊就是出去买药嘛 说清楚 你看你这表述啊 然后他就出去拿了 然后 我等了他将近一个小时 然后他回来了 回来了 回来了我发现 那个药 根本就不符合我的症状 哦 怎么发现的呢 我打开那个药 我要吃的时候嘛 我发现那个退烧片 就是只放了一个 啊 一般高烧的情况下 他第一天吃的时候 他药 要想药 要快的话 应该吃一个半吧 然后我就跟他说 我说这药不行 不是 你凭什么就说这药不行啊 发烧发这么严重 他就包了一个退烧片 这肯定不行呀 你先吃着 我再给你拿半片去 不是 他没这样说 然后他也不知道怎么办 你知道吗 然后我就想 你这点常识都不懂吗 你活这么大岁数了 你爸妈 得得得得得得得 别骂人啊 我也不懂这常识 不是 然后因为那时候我就生气嘛 一生气然后 还是有力气 哎 我不是 我是生气 我就非要跟他争个长短嘛 我就去卫生院 我就跟那个医生说 我说 我说我发烧发这么严重 你就给我包了一个药片 能行吗 我说我平时我在家吃的都是一个半 他说他没说呀 他就说敢包发烧拿点药 我要知道你发烧发这么严重 我肯定给你放多点 大夫又给你开了药 证明你是正确的 对啊 结果药没吃你的病好了 我吃了 你没吃之前 不就能下地走路了吗 那时候是 我很 他牵着我 他背着我过去的 然后呢 然后他就没话说嘛 一般他都抬不过我 对对对 然后就是我是正确的 抬是什么意思啊 就抱不动你是吧 抬杠嘛 哦你知道是在抬杠啊 嗯 那还有什么好抬呢 都抬杠了 还抬什么呢 咱们在这儿 诶 这么不顺心 给他踹了不就完了吗 分手不就得了吗 何必苦着自己呢 我俩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嘛 嗯 咋了 就是我感觉 诶 第一次见面 怎么又要哭啊 怎么了 我感觉缘分这个问题 很奇妙 然后就第一次见他的时候 我就感觉这个人 是和我一起走下去的那个人 然后他就追我 大概有一个月的时间吧 然后我就同意了 然后 中间发生的问题 我感觉都是小问题嘛 都是可以解决的 哦 所以你哭 是哭我说的 你们不如分手算了 是吧 我是哭在这儿了 你看我没弄懂 你说了我就听明白了 呃 他温柔吗 温柔 温柔啊 嗯 我听着好像不老温柔了 不是什么事都喜欢 喜欢跟你抬来抬去吗 我 我就喜欢抬高 这男朋友不是挺好的吗 哎呀 各花如各眼啊 我问问 脾气爆吗 他 还好 还好啊 就是他急了他会动手吗 嗯 有的时候会 是打你吗 还是摔东西 嗯 打我吧 就 那很正常 你还打人啊 很正常 那就是三他一巴掌而已 因为他真的很气势啊 就是 就是说话 说的就是 你根本就 就没办法就是跟他 解决问题就来了 所以你要动手是吧 啊 经常打你吗 不是 啊 那 为啥打过你 有一次他带着他生意上的 一个朋友 一块去吃饭我们三个人 然后当时 我刚下班回来 就那种风尘扑扑的那种感觉 是吧 没怎么打扮 然后 吃饭的时候 然后就 我 可能说错话了 然后他那个生意没有做成 啊 没有 没有谈好 他就很生气嘛 不是 您这什么买卖呀 还要看男朋友呢 不是 那时候那男性朋友要过来 就是听我吃饭嘛 啊 就说聊一下 未来行业前景 我就害怕他担心嘛 就是多想 我就带着他一起去 啊 你说咱俩在一起的时候 你打扮得很随意啊 是吧 也就算了 但是那天我 我就跟他提前都说了 要见我朋友 我让他稍微的 就是弄一下嘛 不用说太正式 但是也不能说太邋遢 是不是 啊 但是他就是头发你知道吗 都不长 我就让他没有跟我们在一个桌吃饭嘛 我说你去旁边吃 因为那个时候是自助餐 干嘛呢 我俩在聊呀 在聊我 那你让我去干嘛呀 我让他去就是为了见一下我这个朋友放心嘛 哎呀 你这个内心戏好丰富的 后来呢 后来然后就是去送我那个朋友的时候吧 那我那个朋友就是他算是发展的比较好的 然后开了一辆上百万的一辆车 然后他看见就就心里面不舒服嘛 然后就回去就跟我生气了 我都我都说了 我说戴上你就是为了打消你的顾虑 结果你还是跟我生气是不是 我就心里面很难受 我就不知道该怎么跟他继续 好好好 我来问问啊 你们双方父母知道你们这点事了吗 知道 知道 爸妈都见过 爸妈都见过啊 什么印象啊 他父母对你印象怎么样 我们家农村的嘛 不是很富裕 不是很看好 我爸妈对他挺好的 你爸妈觉得他好 他爸妈觉得你不好 没有 也不是不好 因为我们家是知识分子家庭嘛 就我爸妈就说家庭条件不富裕的话 两个人在一起打拼也蛮好的嘛 什么防止策势在以后 就是两个人一起努力的话都可以有 这挺开明的 对啊 但是我爸妈的意思就是 如果能在结婚之前 有车有房 当然会更好是吧 然后他就觉得心里面有压力嘛 啊 因为我是打算要考研究生嘛 啊 你现在是本是吧 对啊 然后 我就跟他说 我说我将来肯定要考研的嘛 然后他就跟我说 他说你一个女生上那么高的学历干啥 你什么学历啊 我是高中啊 那我爸妈是就是我们两边结婚找 然后就想让我早来结婚 你才21啊 我现在24岁他21岁吧 我考完研究生也就2526岁 然后我说那个时候 你刚好可以咱俩可以结婚吗 正好的年龄 为啥非要吹那么急 哦 你是着急结婚是吧 不急不是我着急 就是我爸妈着急 你急不急 有点 有点急 你着急取她 是这意思吧 对 那你跟我说说 为什么每次你跟人吵架的时候老不出声呢 就是他每次的生气都坐在气头上 我想等到他气消了 然后再去找他谈这个礼嘛 我想让他说 然后就不能是我自己一个人在这说 所以你是恨他的态度呢 还是恨他的这种处理方式呢 处理方式和态度都需要改进 都需要改进 如果他的认知就是这样的呢 他的天赋挺好的 很聪明 他的发展空间很大 不可能说认知就这一个水平 而且他 所以你是希望通过你对他的帮助 在生活里的细节帮助他提高 对不对 对 所以恨铁不成钢这个词在你这儿 应该是一个 又特别能体会这个词 特别合适用在他身上 是吧 这个还想再处吗 肯定是想继续走下去 不然 听明白了 用情很深对不对 可是对方不理解是不是 对我感觉 我在他心里的位置就是 没那么重要 如果他重要 他应该听你的对吧 如果他重要 他或多或少都有一些改变了 是吧 一头雾水的吧 其实他每次生气 我都不知道为啥生气 你是真不知道对吧 对 因为一件小事 是不是 行吗 这都是生活中的小事 我一件生气呢 我犯不上真是的 咱们听听老师们 怎么帮你们分析 好不好 长进长进 行了 别哭了 听听老师的分析吧 一起进入丘比特温卷 小伙子 你说句心里话 在你女朋友面前 你是不是有一点压抑 有点茫然 甚至有点不知所措 有 你生气了 你和他吵 他说都是他的错 在我眼里 这是一个男人的美德 这是谦让 你让他知道自己的错 请你告诉他 他错在哪里 否则的话 你就是无理取闹 我跟他说了 他错在哪 但他不承认 他说他错了 那就可以了 因为现在有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我听到现在 在很多地方恕我直言 你是把自己的无理当真理 你说的都是对的 但是这当中我也看到 你确实和男生比 你有家庭优势 你有学历优势 这两个优势其实 你无形当中 时时在显现 时时在发挥着 这样的一种作用 所以 我没有 我没有在他面前 对 你不要给我抬杠 我抬不过你 但是 你的很多的行为 让我们有这样的一种感觉 所以我想告诉你的是 恋爱是一种很美好的事情 这需要双方之间 相互平等 相互尊重 相互放松 所以你今天也教了我们一个道理 爱情要放松 真的 姑娘 放松一点 好 谢谢 谢谢伯鸿兄 来来 苏老师 我经常说一句话 说这个特别能作的女人 是一所学校 但是当这个男人 学有所成之后 再也不想回来了 所以姑娘 那个你 你知道你现在行为 其实特别可怕 你现在是在帮别人 培训老公呢 也就是说你把现在 教会了她细心 教会了她在恋爱当中的 各种的套路 该怎么处理 教会了她怎么安慰女人 讨女人欢心 但是 如果现在你老是这样的脾气 你不调整 不改变自己的话 当她真正有一天 变成了你所喜欢和希望的那个样子 我相信她不会留在你身边的 我也就 就是很担心这个 你也很担心这个 那你为什么不调整一下自己 让她感觉待在你身边 自己还是一个可以被鼓励 被喜欢的学生呢 她现在喜欢你 爱你 是因为你们两个人刚在一起 也就一年的时间 还没有走出热脸期 但你想想 三年 五年 我们在一起快两年了 好 但是你想想 假如有一天时间更长一点 五年 七年 到了感情的疲惫期 然后你觉得你自己的地位 你再这么作下去 不会受到挑战吗 甚至我觉得这段时间 你们俩分开一段 好好考虑考虑是好事 好 谢谢所有 来 许总 女孩 你看好你们之间那段感情吗 我要是不看好的话 中间分分合合的时候 我就不会跟她在一起了 我感觉我这个人 还是挺明智的吧 你真的是看好吗 其实你现在很不笃定的 因为如果真是你看好这段感情 这不可能分分合合五六回 这不可能你让对方看不懂你 同时你也不懂对方 你很着急地去说 你就应该 我那时候跟她分手 就是想跟她一点教训 不是说要真的分手 不在一起了 你不是想给她教训 你是想让她变得能够更加地懂你 你一边在让对方懂你 一边你要做着让对方不懂你的事 比如说周末 男朋友在因为创业 现在创业阶段 接到客户的一些电话 这是上进的表现 为什么你会理解为你不来陪我 那可能约会迟到了 也是因为客户的原因 这个都不能理解吗 而且你也不愿意把自己的心 真正地用在他身上 去懂这个小伙子呀 我 你不要我说一句 你说一句行吗 你听我那行吗 我没说 他是专业抬杠的 没说 你就把生活当中 你对你男朋友这种模式 已经用在了我所有的这种对话上面 你等自己都不知道了 你们这是在沟通吗 不是的 你也知道 我们俩就互相抬杠 如果你们抬来抬去 它只有两种表现 一种说是懒得抬了 不说话了 一种就是说 好尽快结束 我错了 我真正错在哪 不知道 吵来吵去 结果只是分了一次又一次 分不开因为什么 因为我们有感情 但是我们这段感情 将向何而去 如果说都不了解对方 都不懂对方的感情 存在有什么意义呢 我觉得你们俩啊 浑浑顿顿地在过这段日子 为什么不分开 都没有一个道理 你们有感情吗 有 可能是在一起的习惯 但是真正这段感情 给到彼此什么呢 只是图天烦恼的一些事情 就这样 好 谢谢主持人 来 附老师 我们这一辈子 可能用了三四年四五年来学会说话 却要用一辈子的时间 学会如何闭嘴 该说的时候说 不该说的时候不说 你看 有一类女生就像你一样 当男朋友犯错的时候 她会有五连问 你错了吗 你哪儿错了 你为什么要犯错 你下次还不犯不犯 再犯你怎么办 这就五连问 这五连问把男生逼到墙角 但事实上是把自己逼到墙角 你让别人不舒服 你不就是让自己不舒服吗 你自己要打破砂锅 问到底 不就是把自己放在火上烤吗 说白了 对于某一些会让别人难堪 和不舒服的问题 你还要置一而为之的时候 你就是自己在羞辱自己 你自己没事找事找麻烦 你明白吗 原谅别人就是原谅自己 你不原谅别人 你自己也不会好过的 当然我知道你刚才那句话 想反驳什么 那我不可能不说 我忍受不了啊 不是 我想知道他内心的想法 我就可以去问他 想要知道对方内心的想法 唯一的渠道是什么 每个人内心都有秘密 但这个秘密 只向尊重秘密的人公开 明白吗 如果我不想告诉你 或者你总是拷问我 你问了也白答 我就是不想告诉你 即便跟你说了 那也是敷衍的回答 但只有我发现 你是尊重我的时候 我才会打开我的心扉 我才会主动跟你说 我为什么不舒服 我为什么敷衍你 我为什么不想搭理你 但你老是这样去追问 以及硬扣别人的门 别人愿意搭理你 别人看了你就讨厌吗 你为什么今天在舞台上 说了这么多你 认为是正确的道理 而且一直在装作一个 像弱势的样子 却所有老师说的都是你 我们昨天还没见过你 以前也不认识你 为什么都说你 说明我们说的就是 我们所看到的理 而不是有固有成见的人呢 的确有一些男人 其实在承认错误的时候 就是女生还没说话 我错了 这是很敷衍的 一般来说正常的道歉 都是先狡辩一下 然后再认错 而最让人讨厌的是 认错了之后再翻过来狡辩 但是他是被你逼成这样的 他有的时候就是认错了 你看你跟闭嘴都做不到 你看见没有 没有哪个老师在说话的时候 你不打断的 所以 你先学会闭嘴 然后再学会不要去麻烦别人 再进一步学会不要去 让别人不舒服 慢慢慢慢的 你就自己就舒服 否则的话 当你呈现在别人面前 就是一个麻烦事的时候 我告诉你 没有人会喜欢你 就这样 好 谢谢附老师 他们都让你不说话 也是鼓励你 行 来 我问几个问题可以吧 能问几个问题吗 你是我女朋友 我身边都是苏琴老师这样 又有才华 又美丽又能挣钱的女人 我今天要跟苏琴吃饭去 你啊 陪我跟苏琴吃个饭去 来了之后 这苏老师啊 我跟苏老师谈事 你坐旁边去 你觉得合适吗 你回答我 你觉得合适吗 然后我出来跟你说的理由是 你看这个头发都不梳 你跑出来太丢人了 你觉得是尊重和平等吗 对于一个商场来说 九点钟关门 九点二十的通告 其实早就该逐客令了 自觉的 发自内心的 涵养高一点的人 九点二十之前早就离开了 他不会等到那个最后的期限 为什么 因为他知道 别人是需要下班的 别人站了一天也很辛苦的 因为当时还不到九点半 然后他广播的时候 我们就往外走 所以你听我说 我们走到那边的时候 你还在论的是理 我现在跟你讲情 你跟我讲理 我们俩说得清楚吗 这就是他跟你相处的 我是因为时间观点比较强 我觉得他 九点半以后才应该关门 来来来 姑娘 对不住 不应该在九点半之前关 对不住在这个问题上 我错了 我白活了 你是对的 现在的情况下你是对的 我只是呼吁大家 你在碰到这种事的时候 请你有颗宽容的心 替别人也想一想 仅此而已 我现在越来越能理解小伙子 为什么在争吵当中 只会认错 不敢说理由的原因了 是吗 你就不外乎几种 一种是我懒得搭理你 对我错了 因为我这个错其实很简单 我不需要跟你再沟通了 因为我觉得我没法跟你沟通 我可以很轻松的 这个事就过去了 但是我知道你不能 因为你还是喜欢他的 对吧 对 所以这里面就存在一个问题 找一个什么样的人 和他结婚 仅仅有喜欢就够吗 你们俩都衡量和判断一下 行了 时间是你们的 带着你那些观念 你往前走 你看你活得累不累 我借薄宏老师的话送给你吧 姑娘 恋爱要谈得放松 生活要学会放松 你绷紧了你会很累的 一起进入那几天和古发红堂 真情60秒 可能感情的方面经历的比较少 然后对你吧 也是可能感觉不够好 然后再一块一年多了吧 然后我知道你对我挺好的 然后就我以后肯定会对你更好 就再给我一个机会吧 你觉得你跟我在一起累吗 不累 我有跟你压力吗 没有 那你觉得 你跟我在一起的时候 我说你错了 觉得你错了吗 回答 yes or no 我错了 行了吗 可以了啊 请回吧 谢谢两位 来来来 请关门啊 来 让我们看看 这对年轻人怎么选择的 请开门 来来来来 小姑娘来吧 来 有请我们的小孩 谢谢 对不住啊 今天我们也有点较真 也给你抬杠 谢谢两位 谢谢 谢谢